国内肠病毒疫情进入流行期 那么机关署也表示 上个星期全国肠病毒 门诊急诊就诊人次 来到11,643人 创下10年来新高 也研判国内已经进入流行期了 而且最近还会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并且容易导致重症的肠病毒71型 跟D68型 还已经有在社区领检出 有医师就担心 国内六四以下幼童 对于肠病毒几乎是没有抵御力 恐怕让疫情大爆发 用泡泡仔细搓搓搓 让病毒全溜走 国内肠病毒疫情加温 上周门诊急诊就诊数 来到11,643人 较前一周增加了22.3% 不仅创下10年来新高 因此机关署研判 台湾已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而且还会快速上升 2000年到去年的资料 那几年都是因为有防疫限制的关系 所以肠病毒会特别少 今年我是觉得说回复疫情之前 并没有说比疫情之前 还更大规模的爆发流行 根据过往数据分析 国内肠病毒疫情 多半间隔三到四年 就会出现一波大流行 而上次大流行 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至今将近五年了 尤其容易导致重症的肠病毒71型 跟D68型现在已在社区零星减出 所以说患者都还是轻症 依旧让专家对疫情忧心 面对不同疫情 在国内消长 接种疫苗 做好手部卫生跟环境清洁 来减少病毒感染机会 谢谢陈婷 干二地 台北报道